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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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哥仔,在搞什麼? 我正在找動物在哪裡 什麼動物在哪裡? 什麼,今天是25號 我正在找動物在購物車 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可以交的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又或者有球踢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了一閘 哦,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喂,又是完美 這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小語音樂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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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是香港女子跳唱組合 I got this 我是Shirley 楊澤宜 大家好,我是蕭斯 李思榮 大家好,我是美莎貴 潘應霖 大家記得星期六晚7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 我是田吳統輝 逢星六晚 七點半至八點半 達人在線 提大家 千萬不要看 休息一下 千萬不要看 不要看 大家好 我是敗酒網絡界的導演Ronnie 接下來逢星期六的七點半 有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不是和我一起敗酒 Hello 大家好 我是J.I 我是Jacky 李副主 我是Iki 張愛琪 逢星期六晚 七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BGS 我是Jofie 周文熙 我是Cee 周理盈 我是Riley 霍日森 我是Yona 芳耀 逢星期六晚 七點半的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達人在線 逢星期六晚 晚上七點半至八點半 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 我是MOSSI MISS TUNNY 大家好 我是MOSSI MISS TUNNY 逢星期六晚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如果不是你會有損失 大家好 我是景順之花 Haley Ma 馬俊 騙徒 手法真是層出不窮 在這跟大家說聲 每逢星期六晚 七點半至八點半 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 我是Brian 黃千亭 好 大家好 我是Suzuki 逢星期六晚 七點半至八點半 千萬不要看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真的不要看 這個節目 廢的 沒有營養 真的不要看 看了是你的損失 喂 早啊 這些這麼早主持 臨日差不多都在袋子裡坐下 塗上香香的唇膏 人家都聞不到 柴拓炮 玫瑰味 喂 這樣的 多謝各位 又再來到達人在線 逢星期六晚 今天就精神點啦 好嗎 之前呢 大家都病到死下死下 到 最近呢 又不用特別拍攝了 不過要了 我們明天要可以戰鬥了 明天要死過了 好了 那 休息精神 雖然都說休息精神 但也不夠精神 好了 那 講一點給大家聽 那其實呢 我發覺最近呢 我和彩莉都做得不太好 不是 他一向做得不好 其實是靠我的 平時 但是最近可能累了 又開始有些少氣了 我自己散了 那 那 我自己有時候做完的節目 都覺得是 鬼鬼的 好像 好像 為什麼我以前做 覺得一個節目很棒之後 我會有意又未盡的感覺 還有時間是永遠不夠用的 但是 上一次呢 我覺得 感覺不太良好 不知為什麼 可能我已經是 習慣了 那 那我就想 拿回以前的火 出來 還有我回到家呢 我收到一個 發人心聲的PM 是的 因為我 我想真的 很真心的聽眾 很真心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 他是真心 而不是玩弄我那些呢 他都是稱呼我做人哥的 他說 人哥 我那個時候從TBC 都開始有聽你 哪個哪個節目 到現在 那 我其實 很早之前已經不會覺得有人聽了 已經是 自從我沒有特別去 在網台這件事情 之下 但是他這樣 講一講 我立即有些 有些抱歉的態度 很沒有意思 原來是有些人一直都是 還在聽著 就是 當然我 我認為 不會沒有人聽 怎麼都會有人聽 我的影片 那 我也都 不 覺得別人 習慣了 是聽你說話 講什麼都可以 原來不是的 那他講了一句說話 令我都很感慨 那 我 我自己以前 就是想著 是 是 你自己做了另外一些 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有些事情 你只是想去 延續好它 但是 就是你打算延續 是理所當然的 那其實 開始慢慢會 沒有了 以前做網台的熱誠 就是以前做節目 那個熱誠 是我會一個星期前 擔心還是下星期 找什麼嘉賓呢 那個內容應該怎樣 這樣不好笑 不如這樣 這樣 慢慢去到 直接已經是 畫了眼睛 而我將這一隻 畫了眼睛的感覺 變成好像 以為技術 高超了 無論你做什麼 或者說什麼 都是好聽的 都是動聽的 都是動聽的 而令到我 就沒有說 再去特別投放一些 很新的創意下去了 自古以來 大家都 我看過我的節目 都突然間 我是這樣的 那些節目不停 要是流馬車 要是 要是 可能要找幾個肉蛋 上來 又怎樣 又吃魔 然後有時候 撩下動補組織 怎樣 狗喀 就是 很高潮 我以前那些 慢慢開始 沒有了這個熱情 熱情減退了 但是我們 大家都成熟了 剛才都看到了 我的鋪毛也有六年了 為什麼我不換呢 其實我覺得 剛才鋪毛裡面的 那些人物 可以散的就散 可以散的就散了 可以散了 變得壞 見日見智 但是我是愧對了 我有些聽眾的 我是愧對了你們的 對不起 那 也都是 每個月你們 還要有月費支持我們 那 我收到那個信息 就說 人哥 他很有禮貌的 人哥 我是從DVC開始 聽到你的節目 直到現在 以前我覺得是很好聽的 我每晚都要看的 我要追的 那時候我很抱的 上別人的節目的 做嘉賓 那他也是有追我的 那直至到 可能近這一兩年 我就做了其他事情 多些 那就忽略了我自己的聽眾 但其實他一樣 有關心我同學 知道我做什麼 那樣 那我很愧對他們 那他跟我說一些 都很不客氣 那就是告訴我 其實如果你是 沒有心機做 不如不要做 因為 不是罵 不是真的為你 不是真的為你 心痛 是 他覺得 你不要浪費 你不要浪費 那些事 就是他 這句話 就深深地打入我的心裏 就是 有個人這樣跟我說話 平時那些 你怎麼做 不做關我HIGH事嗎 對不對 又不是用我這些資源 就是都會 正常這樣的心態 他這樣說 好打都很入我的心裏 那我直接打給安塞寧 我說 喂 可能我們真的要 想想他 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 和現在我們的資源 這麼豐富 就是我們 譬如我們 我自己公司 也有這麼多娛樂的東西 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這麼多好笑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 就這樣說出來分享呢 是 是不是不需要嘉賓呢 為什麼不需要第三者 再有一個重新的演繹呢 原來不是的 是的 你多厲害都好 都 都不會長期一個人 可以贏了 一定有新元素 總之這個嘉賓 是按鈎 按鈎 按鈎 不說話 都會有一個character在那裡 所以 我會給大家看多些東西 那我也會找一位同時 我覺得會創意澎湃一些的人 去做我這個節目的監製 那些所謂監製 當然用回我的style 但是 它是會幫我安排一些我的主題 給我選擇 還有幫我約一些相關的人士 因為我以前太忙了 沒有做到 還有我由始至終 都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做的 那時候 那現在我回頭看完 太多這麼多幫手 那可以這樣做 好了 雖然我這麼感性這件事 但是都是 我今天做了功課 是的 雖然我這麼感性這件事 大家都是不忘要交月費的 OK 那交月費 除了之前我們之外 你也是之前賣影片的 是的 那 都是那句 大家當是交給我可以的了 就不用你安排了 因為它基本上都是 不值得你們浪費你 這次 是的 浪費我身上 你走不出這個門口 OK 是的 因為我喜歡跑出去 是吧 好了 事不宜遲了 說了這麼多這些東西 而呢 我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那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嘉賓 今天的嘉賓就是小明 歡迎 大佑 那小明是什麼人 我讓大家慢慢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先說一些 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發生的事情 這幾樣好笑的事情 我都很快地先說了 那首先好像昨晚 昨晚 昨晚 昨晚還是前晚 什麼事 優先場 前晚 是的 我們前晚在這個奧凱城 就做了一場 一家大小的大電影的一個優先場 那就是我公司專門搞這些東西 那李思哲和迪龍大哥都來了 那其實為什麼要故意說這件事呢 因為上次Staffy走秀男 我就很愛慕 那就是要說 那你不要去愛慕他們 是不是 大家馬路 是不是 但是呢 其實我想說一些 不為人知的一面給大家 大家看過Facebook 有很多照片 很老友 我抱著 其實呢 裏面呢 是有一個小小的小小的復仇 裏面的 這個小明都沒有聽過 其實我只是跟安彩來 我們那個有個同事叫Kiff 講過而已 就是我們的OM 我跟他講過而已 那是什麼呢 其實呢 我和李思哲呢 是以前認識的了 已經是 那為什麼會好像不是很熟悉這樣呢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是 人家是福祿秀 明星 那我是一個 就是outload的拆頭 那時候是 那有一個月呢 就在明星匹陷阱 就群了很久 也都花了很多錢 是 有時候是他就射我 那時候我只是一個 棺材老罪 那時候是剛剛生二五號的 但是都見到有個 有個電影夢在前面 那時候他剛剛說開戲 說開戲 開一套戲 就說遇過角色給你 說很開心 有個這麼出名的人 說給我 那我當然以為是怎樣 我現在懂得玩這個遊戲 知道 沒關係 是的 所以 因為我等著機會 原來他都等著機會 那時候他就有一條水喉 寫他要開一套戲 那怎知道 原來最後呢 那他可能犯了一些 不是那麼漂亮的新聞 爆出來 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 那就突然間 那個老闆生水喉 就不騙 那也都沒有特別跟我交代的 那你就等了 對我等了 還有那時候 我沒有刻意去 再去扯一些生意來做 因為我要等待他來 我要立刻做 是的 很認真的 那發訊息給他 以前是一問一答 一聲音不回應我 那我就當然想 喂 那幾紅才行的 阿福六壽那時候 那我們也都知道自己的事 那跟著就 即不開心 但就都沒辦法 這個現實的社會就是這樣 沒有生任何人的 原理是我明白的 即是反過來現在 我是什麼 那突然間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人 這樣我都可能未必應他 說真的 沒有怪任何人的 那這個呢 我就幾不開心 那一直都記在他心裏面 直至到現在 在這一兩年裏面 我爬升得這麼快 去做到 沒有這麼爬升 做到一些 我真的自己想做 而且是有經濟效益 去做的那件事 那其實 旁邊也有很多人 就會圈過來 那我不妨手拍 無端端那個宣傳 那個同事 就彈了這一套戲給我 咦 我誰 我教的 你才知道 你才知道 那將裏面 內心深處 然後那條巾就抽出來 那其實你不知是想做什麼的 你 沒有 給錢 買你的電影那個播放權 那做這個show 就這樣 平時我找那些一定是 可能真的純 譬如劉嘉玲 劉嘉輝 這些當然是正的 但是你到李思哲這些正常 我就好 他電視D那些 那我是未必選擇的 但是因為這個關係 這個感覺 我真的很想看一次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裡面 那我就有小小小小的部署 在裡面 那就是 你也沒聽過的 沒有 那接著就 然後 安排完整個計程 知道怎樣上去 怎樣起發 知道說什麼 好 很有型的進去 他在後台房裡等 那些房是只有我們才可以進去的 那接著呢 就坐在裡面 我叫他助手 或者叫其他人 帶我坐來拍照 那樣 聊天 那樣 就坐來的眼睛發光 人家讚他 哎呀你年少好 年少 年少什麼 年少有為 這樣拿著手 哎呀他這樣讚我年少有為 我說是 人家只是倒出事實出來 是 你有夢為 你有為 是 那接著呢 我就 到最後了 差不多了 噔噔噔 進去了 那我們的同事就說 我們那個老闆 正在來的 握手 押你吧 那我們起來 準備了握手 一看 我和迪龍大家 握手 我一看著他 你好 你好 一握手 那些同事跟我說 他沉淋了整個臉 是沉淋了 嗯 嗯 他說是Hello 然後他說是我們老闆 啊贏哥 好 然後大家一起拍照 平時拍照很自然 我的手是這樣抱著他兩條腰 但我夾緊在這裏 為什麼呢 有點頂住的感覺 即是沒有說很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刻很朋友 沒有 但是這樣頂住 然後他一直沒有跟我說話 嗯 好啦 出完去講演大論 戴上窩頭 撥下我的腰 謝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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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他 嗯 好啦 那我們進戲院了 他進你戲院再說一次 那在我 那我宣傳 他當然有問我宣傳 為什麼是他搞的 搞什麼呢 那一定收個資料的 嗯 因為我一進來拍照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咦 你都搞很多東西啊 嗯 有空看看什麼時候喝茶 嗯 嗯 嗯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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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咯 嗯 這個世界就真的很小 嗯 是的 有些東西我放在心裏面一世 但是偏偏這些位置 一定要有個埋單位 嗯 那你才知道 大家心照 你以為他沒有反應 你以為他沒有 嗯 我Facebook貼完這相片出來 我不夠十五分鐘 嗯 嗯 在他那個Facebook那裡 嗯 share了我這段東西 嗯 嗯 就是 這個就是最好的答案 嗯 你可以說 嗯 有些人 是 多一個機會 嗯 也可以說 你終於有機會 人家看到你 這個小小的 我不知道叫不叫例子 嗯 但是對我來說 我好過去 我好過去用一些其他方法去還拖 是的 或者死靜把口那些 嗯 很棒 那個感覺 那些同事告訴我 好 那我講完這個了 不好意思啊 好第二個了 就最快了 這個就是我們又來Stephy了 嗯 2月2號 過了幾天就是了 我們就拍完戲 那天晚上又重聚了 我都邀請那個劇組一起去的 我打算是那天晚上 好 就跟Stephy 是的 這次我們原來的感覺 後用房 我原來好像演唱會的後台 那樣 我可以招待一些我想招待的朋友 進去 幫他們拍照 嗯 這樣 就不要 我們要適當地運用這件事 OK 這樣 他這次是藍天白運 劇情片 正 走心路線 正 這個是說殺了我爸爸 好看 我應該覺得好看的 那些 那些 其實不要說不好看的人 那些是不對口味 但是我覺得別人有些說好看不可以 那這套正的 2月2號 想聽問我拿票 OK 給你 好 好 那我們入正題了 小明 在這個2月29號那天 出張poster給大家看看 2月29號 1月29號 1月29號 4年一度 4年一度 對 那小明叫什麼名字 這個你說的 Raptophil的一個show case 對 就是由每人參與文化所有的 對 不如是29號7點到9點 9點 我們很帥的租到這個文化中心 尖沙咀文化中心的露天廣場 長梯的位置 你去到長樓梯 大家都知道長樓梯在哪裏 那裏對出 嘩 多有型 背著 又不是看著的 我們背著那個圍桿 我們背著那個圍桿 你看著那個圍桿 對 不知道那天可不可以 兼 現在還有幻彩榮香港那些 就是有 8點至8點1 8點2 他要我們停止所有的音樂 為甚麼 停止所有的音樂 因為《范彩拼啵啵啵啵》是會播歌的 《范彩拼啵啵啵啵》是一個很好的節目 我這麼大的時候都沒試過站在那裏聽 我覺得是需要試一次的 親身看一看 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不錯 這個活動很棒 那我們有哪個厲害人 就MC人 MC人當然是因為台獎才有MC人 重點推介 對 因為我們這裏台獎不會是兄弟 所以我們找他方便很多 所以再一次多謝MyRadio的台獎 多謝你 還有誰 還有廚房 廚房是甚麼廚房 廚房就是MC人 他們有幾雙團體 都是他們兩個為人 為甚麼叫廚房 廚房他以前是做廚房 就是叫廚房 他真的做廚房 咦 如果我玩Rap的話 玩Rap的話 我不是殯儀仔 我不是殯儀仔 很有型的 可以的 可以的 你也是人 是殯儀人 殯儀人 這個很怪 那我四個是誰 哪個 另外四個藍色又黑色的 就是我們這個比賽的最後四強 是 是 我們經過兩次的細傳 排出他們1234 一個參賽者最高的名次 是嗎 是否跟著頭大勢 還是那個名次 跟著高低 我想 怎樣 好像平大一樣 跟著頭頂 他根本就沒有分 有啊有少少 我撿過一張有的 不要緊 我們照說 MC人格 私人左手邊 第一位JB 其實他就是連續兩場計分 出去都拿冠軍 JB不是純正的本地人 是的 他是菲律賓 菲律賓 運香港 是的 那他就是廣東話 英文都厲害 是 他 他在他那個民族裏面 是算帥仔的 還有呢 再加上是 他是 那個character 令到我一定會記得他的 我幾年前跟他 見到他比賽 我已經認得他 他一來就 就是這些不會不認得的 這些是做一個星的 很好的材料 是的 那還有呢 那到廚房右邊那個叫Akiko Akiko Akiko也是很出的 他是兩次的亞軍 是的 兩場比賽都第二 是的 那也是非常之一個 很實力的成果 他們在外面是不是都是這樣的排名 整天都撞在一起的 他們 不得不提 最左手邊 no full flash 叫阿海 前一陣子有個比賽 他也是贏了一個冠軍的 是嗎 那他們兩個沒有參加 JB輸了 輸了給他 好像是 更好笑 應該是每一場的比賽 好看臨時發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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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free style的 阿海贏了他嗎 阿海贏好像是 是啊 我記得阿海贏的 那條阿海都很深刻的 就是我感覺上 他是靚靚仔仔的 就是他是傳統的靚靚仔仔 白白正的 但是呢 他wrap的時候那種style 就是閉上去做 就是說又很色色 很絕核 那些粗口 好正的 他有他的style 還有呢 最右邊就是 Math S 就是叫阿星 是 他是一個身形比較大份的朋友 是 肥得來挺搞笑的 但是他很有味道 他擺明是閒那隻的 是 揹著斜揹袋 好像 那些 很可愛的 挺好笑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四個都很棒的 其實 他們四個這次就 阿JB贏了 但是他們三個都僅次了 那這次呢 希望他們會享受這個show 可以和這些前輩級的rapper 可以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前輩級 應該算是 前輩級 我算過年紀 應該是 應該是前輩級的rapper 大家一起去表演一下 這個舞台 我相信也得來不易 算得來不易 這個 也很少可 那我想 大家都挺powerful的 我也希望show 露人革越秉丁 我應該不怕 沒有人看的 那裡 根本沒有人看 大家都出了街 出了街之餘 就是旁邊的露人革越秉丁 都走過 都圍著來看 還有那些長樓梯 你這麼容易看到下面 我覺得都站滿 都不站滿 但我也很奇怪 無人創業文化 搞了這個活動 是站滿了人 Full House 是 你不會叫到那麼多人來 是嗎 有時候我想 如果我有talk show 在演唱會在這裡搞 我也覺得很符厚 一百分鐘 一百花神千五人 這裡是可以有機會的 其實最旺的時候 是有機會的 星期六天 你這一鐘就是 還要看完那個分享 我們還看到 那裡有一個 我們沒有看過 一個不知名人是甚麼 DJ Locky 還有我們的樂仔 樂仔 我們的同事 都喜歡打碟 今次有個機會 去做這件事 小明就是這次活動的總監 他負責統籌整件事 編排流程 還有跟不同的rapper 去夾一些不同的東西 賽制 各樣都是他做的 好 回回來 又 好了 那就 一輪嘴說了那麼多 那天 就 有點特別的 那天 就是 日後 亞洲 亞洲 亞洲就開台了 又開台了 又開台了 又開台 又開台 這次有短途重來 又關我們甚麼事 其實 可以好笑到不得了 同一天 即是星期一 首先要去亞洲 那就是參加開幕 開幕的原因 是因為 開幕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是要 開幕 開幕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是要 就是 開幕 開幕的原因 就是開幕 開幕的原因 所以要去 第二件事 就是 同一時間 有個叫麵包台的台 是 那那個老闆 就找過另一邊公司的老闆 去談注資的事 那又叫我去 又看看有甚麼幫到我 或者叫我給意見我 那你說 如果我有 我又要貫穿他們 那在這範疇裏面 那所以變了 我是覺得 今天晚上就要去Hip-Hop 那一天 是很瘋的 OK 好 講完這個劑了 那我們還有四分鐘 是的 我們還有四分鐘的話 那其實現在呢 就是 會 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 乾淨一點 下一部分 我們全程都是講一下小明 他那個人生的歷程 高低一點 幼稚園畢業的女兒 人家咬叫我 爸爸拍